福先生说 2018年他应聘到湖州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班 从事营销方面的工作 2020年5月份离职 入职那一年 他购买了由公司开发的新城大都会的房子 他们的话同时也向业主的话 推荐有那个小新家的一个APP 那么作为一个全民经纪人的一个推荐 那么推荐成功之后的话 有相应的一个就是佣金的一个激励 那么有1%到2%不等的一个佣金 福先生说 在小新家软件上注册后 就可以通过软件向家人亲友同事推荐房源 推荐成功后可以获得佣金 福先生提供了一张截图 他说当时在公司内部查看了 关于全民经纪人分类的规定 上面提到老业主和公司员工 都可以成为全民经纪人 但公司员工中项目营销团队人员除外 后来福先生的妻子 就在小新家软件上注册了账号 周边亲戚朋友那些也要买房子 然后的话 我老婆知道之后的话 也会把它推荐到 全民经纪人小新家的APP上面 然后的话并且进行带看 或者是联系我的也有的 因为我本身这家公司 那个员工的话 亲戚朋友那些也都比较相信我 所以说的话 在这边买了差不多有六七套房子 据福先生说 妻子找的购房者都是身边的亲戚朋友 推荐的楼盘都是新城大都会 福先生说六套房子是在2020年年初推荐成功的 用金发放时间应该是2020年4月份 总用金是十万四千三百七十一点五二元 但福先生说这笔钱一直没有发放 现在的话他们就是以 我曾经在这边是员工 所以说的话 那个这个钱的话就不让我接 上面没有任何一条显示 说是员工的家属不让推荐 然后的话确实 那个项目营销线团队 营销团队的话是不让推荐的 但是的话我也我也查了 我的那个编制的话 不是在这个项目的 而且的话本身推荐的话也是我老婆 就是更何况我是业主 记者陪福先生找到新城大都会项目办公室 工作人员表示负责人不在 后来新城控股浙江地区公关部 发来了一份文字说明 认为福先生妻子账号上推荐的六组客户 都是福先生本人拓展的客户 新城地产在德青有三个在售项目 内部实行联动销售 营销工作人员的任务 主要是三个项目的客户拓展 而不限于其实际驻港项目 新城方面还表示 公司明确规定 严禁营销序列员工注册个人经纪人 严禁将客户包装为个人经纪人客户 来恶意套取高额佣金 因此暂定不予结算该部分佣金 福先生不认可新城方面的这番解释 考虑走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银人记者报道